今天焦点来看到国民党内的矛盾 总统马英九跟国民党主席新北市长朱立伦 两人原定今晚要共同出席点灯仪式 不过由于两个人对王金平党籍诉讼案的处置方式 立场截然不同 而且好的事呢 总统府昨天傍晚忽然发布了消息 取消点灯仪式的行程 今晚府方表示目的是不让有心人事操作 但是外界解读 马总统可能不愿意和朱立伦同台 因此呢 党内就有立委呼吁马总统应该要以大局为重 不要意气用事 至于前立委张硕文 甚至还提案主张开除马总统的打击 放天灯言由在而 原本想好好同台修补关系 朱立伦却被泼了冷水 原先预定和朱立伦一起点灯的 总统马英九26号傍晚忽然发布消息 取消隔天行程 强调是为了不让有心人事操作 但马总统在27号上午又新增指南攻 参拜行程 28号两人各自出席活动 直到3月2号的党政平台会议上 两人才会公开碰面 无独猶偶 副总统吴敦毅这两天公开行程 通通取消就怕媒体追问 当时关键人物王金平态度还是一贯低调 党内立委高分被呼吁马总统放手 连胜的阵营服选要角 前立委张硕文更趁机补上一枪 一个人的力量已经比民进党的力量还大 那你觉得说开主他的党籍国民党是不是会比较有救一点 主角们不是闭口就是神隐 只剩其他配角在旁边话修要团结 但国民党经过这次党籍争议已经也中内伤 余点TV或请顺鹏安心台北报道